大家好 歡迎收看《平馬論壇》的環節 每集都會邀請一個嘉賓上來 大年初一當然會找一個紅蕩蕩的人 讓大家開開心心 所以請了叔叔回來和大家看好一隻馬 我便跟他時相反意見解釋給大家聽 未說之前 記得右下角有顆四星龍珠 龍鍊按下去希望大家繼續行好運 這次他看好一隻馬 他說上次贏得很輕鬆 亦是時間快 加上他的大隻馬 又不怕甚麼重磅 他說的話 以上都對 至於為何我不看好呢 一齊帶大家看看 他說 鋼膽我叔叔說 尾場這隻馬琳 其實馬琳上次贏了八幣哥和銀騰 的確頭三段是快半秒那麼多 所以他賺了少少部速 但沒有銀騰那些那麼賺 他說 跟得比較前又在 時間頭三段又快 照計很厲害 但是想跟大家說回 如果大家有留意 前三段其實當日除了直路賽之外 很多時去到尾二那段 都是比標準時間快半秒 但總時間又會偏慢 即直路很大機會是太軟 或者逆風 而他的總時間其實是不算漂亮的 所以馬琳的賽事水準不算太高 再加上大家可能會對八幣哥這隻馬 有所期望 連續兩次還要輸給陸續無限 這應該是強的 問題就是這隻馬 根本馬琳贏後加了七磅 這次他未必有上次那麼好形勢 有幾個原因 第一就是對手比較強一點 上次沒有陸續無限的 只有八幣哥和銀騰 當時的八幣哥也不太厲害 甚至是銀騰現實也是 然後還有開心寶貝 風雲武士 鐵金剛等等新的參戰分子 要他對著揹著重磅讓他們 其實一點都不容易 所以這次雖然當位相約 而這隻馬真的是千三磅 叔叔沒有說錯 也真的不怕什麼重磅 不過這次未必有這麼好形勢 以及這麼弱的對手讓他再贏 這也是事實 大家要記住 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待會再見 拜拜 對手